星条旗插上折波山 是二战太平洋战场经典一幕 拍摄于1945年2月23日 硫磺岛战役第五天 占据绝对优势的美军 本以为能很快拿下这座 距日本东京1000公里的火山岛 结果却足足打了36天 付出近3万人伤亡代价 过程之惨烈 间接促成美国做出 向日本扔原子弹的决定 此意日军指挥官历临中道 被美国太平洋舰队海军陆战队司令霍兰史密斯 称作太平洋战场中美军最可怕的对手 大家好 我是飞雄 专帅人物与事件 小红的观众讨论们可以关注我 历临中道1891年 生于日本长野 一个武士世家 小时候读书成绩不错 擅长写作 本想将来当个记者 但在老师极力劝说下 中学毕业进了陆军士官学校 后又转入骑兵学校和陆军大学 据说曾降服学校里 一批无人赶齐的猎马 陆军大学毕业时 成绩是全校第二名 被当时的大政天皇赏了把军刀 20年代 丽临中道到加拿大和美国留学 之后担任驻美武官 在美国待了好几年 跟有同样经历的学长三本五十六一样 丽临中道也对美国当时国力深有体会 特地买了辆车 自驾几乎游遍美国 系统研究了美国军事和工业 据他后来回忆称 当我看到底特律工业驱使 我就明白美国是世界上 日本最不应该和他开战的国家 三十年代回国后 丽临中道大部分时间 在陆军部马正课 从高阶课员一路做到课长 1940年晋升陆军少将 没事喜欢给各兵种军歌作词 亲自选定骑兵军歌 爱马进行曲 在其他高级军官眼中是个奇葩 由于丽临中道 极力反对跟美国开战 因此在狂热的军部不怎么受待见 但是他跟山本56一样 反对跟美国开战 只不过是觉得打不过 并不是因为爱好和平 大本营确定南方作战计划后 他照样积极参与 甘坐马前卒 1941年9月 丽临中道调任第23军参谋长 制定入侵香港的作战计划 12月8日 联合舰队偷袭珍珠港后几小时 日本海陆空三军同时向香港发起猛烈进攻 不过开战第二天 丽临中道便跟上司23军军长 后来被我国处决的战犯九景龙 在作战计划推进上起了冲突 被解除职务不久后撵回日本 军部也不喜欢他 让他去训练预备队 1943年6月 丽临中道晋升中将 担任留守本土的禁卫第二师团师团长 此时长达半年的刮斗战役已经结束 国力跟不上的日本消耗不起 撤军转入收缩防御 制定所谓绝对国防圈 美军则进入战略反攻阶段 丽临中道对这一切心知肚明 认为再打下去没好果子吃 主张跟美国谈判 被大本营东条英机那帮疯子 斥责是失败主义者 1944年4月 第二师团师部除防失火 事情不大 也没造成人员伤亡 但大本营却严厉追责 迫使丽临中道辞职 之后将其调任新编杂牌军 第109师团指挥官 负责守卫绝对国防圈中的硫磺岛 当时美军已开始实施跳岛战术 加快向日本本土靠近 按战场态势看 这是个有去无回的任命 丽临中道也明白这一点 在给老婆的信中表示 这是必须要面对的命运 希望家人能接受这点 长期军国主义洗脑 让他明知战败不可避免 也抱必死决心尽全力 延迟美军攻入日本本土的时间 硫磺岛距东京1000公里 面积不足21平方公里 有两座军用机场 拿下此地不仅能解除岛上日军 对附近美军的威胁 美军B-29远程轰炸机 也可在战斗机护航下 轻松轰炸日本本土 因此是美国必夺之地 深知美军火力覆盖之狠的 利临中道 道任后改变过去 日军首岛惯用的摊头阻挡战术 采取纵身防御 让美军登陆部队上岸 深入至少500米 再进行反击 利用隐蔽攻势 尽可能杀伤敌人 但当时岛上驻军中的部分海军 坚持死守摊头 众所周知 日本海陆军长期不和 海军向来瞧不起陆军 即便那会儿已经在太平洋 被美国人打得都没几艘舰船了 仍然摆臭架子 态度强硬 利临中道 没办法 只能妥协 让海军在摊头折腾 自己带陆军 以岛上唯一的折波山 为主要据点 依靠山体内部大量火山溶洞 构筑起一个巨大要塞 里面碉堡地堡一大堆 离地面20多米 无拒美军轰炸 彼此间还有通道相连 除此之外 硫磺岛上的火山灰衣和水泥混合 便是很好的混凝土 日军用它修建许多攻势 通过地下通道 跟折波山要塞连接 形成一套由重机枪 火炮 迫击炮 地雷组成 既兼顾又能互相支援的防御网 四通八达的地下通道 长达18公里 修建期间 利临中道不断构建属下 要做长期抵抗准备 严禁发动万岁突击 号召每个人战死前 至少要干掉10名敌人 日本虽已失去太平洋 制海制空权 但这期间仍断断续续 往岛上运送士兵和物资 到1945年2月 硫磺岛日军 食物储备能撑一段时间 但是弹药不足 只有正常标准的60% 而美军此时集结11万人 400艘军舰 500艘登陆艇 2000架飞机和200辆坦克 准备5天拿下硫磺岛 因为从44年年底开始 美军就频繁轰炸这里 根据情报部门分析 岛上日军最多也就1万多点 没有海空支援 也得不到补给 轻敌和情报错误 让美国人吃了大亏 2月16日 美军对硫磺岛进行三天集中饱和轰炸 为登陆做准备 但利林中道搞的防御攻势 深入地下20多米 没受什么影响 19日 美军开始登陆 滩头的日本海军很快被歼灭 过程的顺利 让美军指挥官掉以轻心 下令扩大登陆面 利林中道 一直等大量美军足够深入陆地 才下令攻击 打得美军措手不及 伤亡惨重 在最初24小时战斗期间 平均每45秒就有一个美国大兵负伤或阵亡 美军指挥官海军陆战队中将霍兰史密斯 对隋军记者说 本以为日本人都是只会喊着班载冲锋的马夫 没想到刘皇岛日军头目 竟是个聪明的混蛋 此后多日 利林中道指挥日军 利用地下互联的坚固攻势 每天都能给美军造成大量伤亡 当然自身损失也不小 在绝对实力面前 战术再优秀 只能延缓失败时间 并不能改变战局 从荒烂中恢复的美军 开始依靠火力优势 稳步推进 分割拔除 那些日军火力点 3月16日 几乎已弹尽粮绝的利林中道 向大本营发送最后一封作战电报 表示战局已无可挽回 自己将玉碎已报天皇 大本营以为他已战死 上报天皇 御人第二天将53岁的利林中道 晋升陆军最年轻大将 实际上利林中道在26日晚上 带身边仅剩的400手下 向美军营地发动夜袭时才身亡 刘皇岛一役 日军两万三千多人 除千余人投降外 其余全部毙命 而11万美军也付出阵亡6821人 负伤近2万2千人的代价 是美军在太平洋战争中 唯一一场伤亡比例超过日军的战役 令美国人心有余悸 之后4月 冲绳岛战役中 日军指挥官臭名昭著的牛岛满 借鉴立林中道的战术 配合神风特攻和班载冲锋 让美军伤亡8万人 硫磺岛和冲绳这两场惨烈战役 让美军高层评估 如果在日本本土登陆作战 至少要付出100万人伤亡 这在战争结局已定的情况下 不可接受 因此决定扔原子弹 丽林中道和牛刀满 就这样成为日本昭和二将 今天就说到这里 希望的朋友请关注我下期再见